行了 我想一下我的WiFi不好,不好意思 我現在用了Data應該會好一點 應該好一點 好失敗 我們浪費了五分鐘的時間 你怎樣? OK啦 你知道現在香港人都躲在家 不敢出街 嗯 我聽到很多個個案 我已經多到不想知道了 我都開始去了鴕鳥政策 躲在那裡 不是怎樣看新聞 因為好像知道來也沒什麼用 就算了,不要出街 好像我們法國三月 2020年的三月 那些數字是 我們第一個測試的數字已經很厲害 所以我們一開始已經沒有看數字 以及追蹤多少小時的習慣 是啊,因為 你知道數字都沒什麼用 因為都沒什麼幫助 嗯 聽完只是覺得 我覺得香港有部分人聽完的新聞是很depressed的 不斷飆,好像控制不到 是 大家都好像很panic 嗯 嗯 嗯 但我覺得可能我經歷過沙士 嗯 2003年 你出生了沒有? 出生了我都經歷過沙士 我就是吃正沙士的那個 就是聊天 我是2003年畢業的 是 就是畢業等於失業的日子 那時候更嚴重 真的會死很多人 嗯 醫護啊 病人啊 接著經濟很差 但是幸好就是 它很快就 幾個月之後就完了 但是經濟下跌的那個 情況是持續了幾年 幾年都很難找工作 隨便有份工作都很開心 所以有時我又試過被邀請回大學做這個career talk 我告訴學生 我03年沙士畢業 第一份工作呢 真是做到科技只有9000元 嗯 嗯 但是我那時候就沒有這麼幸運 因為家裡不是那麼有錢 嗯 畢業真的要你出來做事 現在可能 面對這個疫情 現在這一代 有些條件的學生 可能會是 讀了一個Master 嗯 那也是好 避一避開這個經濟 但是我覺得 沒有繼續讀書 直接出來做事 去捱一下也是好的 嗯 就是你會很珍惜 是啊 那大家take care 在香港 是啊 現在我看到有 有11個人在聽我們說話 那我們今天的話題是什麼 我們今天就搞一下懶劇 就是 在香港大家喜歡跳芭蕾的人 很多人都會 一定要認識一些芭蕾 terms 嗯 但是很多人是讀得很好笑的 是的 雖然我不是很聰明 但是我覺得 是 真的有點加了 因為我其實是 那一刻我很喜歡看芭蕾 我很喜歡法國 就是我第一次去Paris吃透 眼睛是發光的 然後 然後呢 然後呢 怎麼說呢 很壞的經歷就是 發覺原來你不懂得說法文 你去到法國是死定的 是 是 因為我不知道這件事 我一直以為去西方國家 懂得說英文就搞定了 我怎麼知道開口和人說英文 即是撞板撞到瘋 是 法國是 我想是你第一次 姐姐在這裡 Hello Hello 我第一次來 我想你第一次來法國 那時候那個年代 可能都是更加少法國人 會說英文 或者會想跟我個人說英文 但現在我想都好了一點 或者會 會好一點呢 我來了法國也十年 厲害 我來了法國十年 我想我過去這十年 我感覺都有一個轉變 就是 都越來越多 特別年輕的法國人 都會想說法 都會想說英文 嗯 嗯 所以就 因為我覺得芭蕾很美 我很想再去 但我又不想再撞板 所以我就去了法國文化協會那裏 讀過最初級的法文 所以會說一兩句 很港式的法文 但是就 例如有些概念 所以有時候見 因為我們那裏 所謂很多芭蕾舞學生 有些法文字 我都覺得是否真的這樣讀 或者大家都當這樣讀是對的 所以就請教一下你 好啊 那都是一些巴雷姆的法文 你意思是 巴雷姆的法文 高級一點 不如介紹一下給大家 好 那我畢竟也有上過成人巴雷姆的 哈哈 那我起碼知道 我們香港的老師讀 向前讀 Davon 是 然後 旁邊 阿里斯坦 是 然後 後面這個很難讀 又會讀 Dahiyat 是 那實質是怎樣的 這三個字 如果香港不是跳舞的朋友 就是 前面 旁邊 後面 對 那前面 法文是讀 Davon 其實也挺適合的 你剛才讀過的讀音 Da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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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然後旁邊 是 A la seconde A la seconde 其實我們法文是不同的 嗯 因為我們在法國讀 其實只讀 Seugonde Seugonde 其實已經是 這個意思了 不過 A la 是 一個 字面 to the seconde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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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讀音方面 就是A la seconde 對 其實後面是最難讀的 你也說了 對 後面是 Dahiyer 因為難讀的原因是 因為有R音 就是 在英文 沒有的 英文R就是 卷離 但法文的R音 是一個喉嚨音 即是 H 所以 Dahiyer 後面的讀音就是 Dahi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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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很多 香港的跳舞朋友 可能會讀了Dahiyer Dahiyer Dahiyer 即是卷離音 其實就是卷離音這回事 但我想很難讀的 如果你沒有學過法文的話 我想 發出這個喉嚨的R音是很難讀的 但是 要練 對 要練一段 而Annie說 我在法國問路 講廣東話 法國人認我 英文他們不理我 也是的 我想在巴黎也是 一些人都是很好的法國人 反而說廣東話 反而 狠認 都知道我講廣東話 你氣死我 又講個笑話 你聽 有一次在街上 不懂路 法文又不行 唯有用英文 我就講了一句不淡的法文 不知道你教我 是否這樣說 我就說 Parlé angl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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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是法文 在用英文問他之前 法國人很喜歡 如果懂得說Bonjour 或者問他一句 先用英文問他 通常會容易接受 但這就是法國本地很特別的文化 我覺得是笑了出來 那次應該是連第一句都沒有說 是直接說英文 然後就失敗了 但我就是練了這句 然後去法國再法國 是會失敗的 其實我們本地人在這裡住 即使我不是用英文 即使我是說法文 如果你第一句問人 我跟Sony Channel分享過 在其中一個影片裏面 如果你第一句是馬上問他的話 他就會不喜歡 你一定會跟他說 然後才開始問他問題 他才會接受到 是 起碼幫幫忙 是的 還有什麼跳舞的聲音 還是你聽到 是 是 是 然後 認識了前中後 我想問問 你們例如 芭蕾舞 五個位置 其實是 怎樣發音呢 例如 第一位置 對 巴倫會有五個位置 是腳的 即是腳的站位 這個也是一個分別來的 因為我在香港學跳舞的時候 和來法國學跳舞之後 我們讀五個位置的方法是不同的 其實香港可能會說 第一位置 第二位置 第三位置 四位置 但是 讓我先想想法文 其實法文也是一樣的 不過是轉了做法文 即是我們會說 第一位置 第二位置 第二位置 第三位置 四位置 五位置 因為其實如果我照例的話 就是 第一位置 第二位置 四位置 嗯 所以這個就是 少些人在香港會說這個 是的 因為香港人我想 只是 第一位置 第二位置 四位置 對 白文就是 第一位置 第二位置 第二位置 同一字 對 我以為 一 法文是 但是 這個完全不同 對 嗯 就是 一 但是 第一位置 就是 一和 第一的分別 對 對 二 三 對 三 三 四 對 我看到有人問了一個問題 第一句 excuse me 可以嗎 可以 是可以的 如果第一句是 excuse me 可以 excuse me excuse me excuse me 就是excuse me 第一句會說法文 所以就好過點 哈哈 哈哈 是不是 巴拿人 又是 又是說 去老佛爺 你教我我讀老佛爺也好 去老佛爺 買一雙鞋 然後 因為那時候 有得claim 買一雙皮鞋上班 要拿一張單 回去才有得claim 然後 我就跟他說 Can I have a receipt 你知道他回答我什麼嗎 回答你什麼 就是 Do you speak French 然後我很白癡 回答他 不 然後你知道 他拿著單 很難拍 這麼壞 這麼壞 不過 那時候 很多年前 那時候 法國人還是很兇 其實那些法國人 真的很討厭 可能正在讀 Ear One 還是Ear Two 那些便宜的旅遊 還是什麼呢 就是我男朋友 要Claim那雙鞋子的錢 所以問我回答 誰知道 一說French 就撕破了一張紙 然後沒有 很壞 很壞 我沒有試過這樣的情況 但 我又不是很狂 我反而覺得挺有趣的 這個民族的人這麼真實 對 我真的挺真實的 法國人是真的挺真實的 我應該說開那句 他真是會 他會很開放地告訴你 他真是會很開放地告訴你 他真是會很開放地告訴你 對 好笑的 還有 我們以為亞洲人去到外國地方被人歧視 就是這樣做 但其實 你又看他又不是特別歧視亞洲人 他基本上 連英國人 你英國人只懂英文 他都是這樣對你的 都是這樣對你的 都是這樣對你的 所以我覺得他很有趣 這個民族 對 沒錯 其實我上次也提過一次 我覺得很多法國人 根本是他們很害怕去說英文 他們明知道自己的口音很重 有一個很強的French accent 所以他們很害怕去說英文 對 Angela說第一次去法國是他們很害怕 近十年很多 對 對 我也是十年前英國發國 不知道十年前的法國是有多恐怖 應該在說 我覺得已經是十年了 對 整個世界都還不是這樣 還有你去那些白貨公司那裏 他寫法文 另一個你會看到的是會寫日文 但是近十年 轉變了是看到法文和中文 對 因為很多法國人去買名牌 還有他直接是 如果你去那些名店 以前就是找過法國人服務 都會說一下英文的 都溝通到 但你發現近十年 他是直接擺放中國人在這裏 現在是機場和超級市場貨車站 很多中文 我們有個評論 日本人都很怕說英文 我發覺我自己跟過 Parasopra Ballet去日本 我發覺真的在東京 我發覺在日本 首先他們不會惡 他們不會私人這樣打 但一定不會 一定很有禮貌地對你 而且我發覺 你講一句句子 他們會比較難明白 但如果你說單字 是可以的 跟日本人 即是說 Apple Buy Me 他們會明白 對 如果你面對一些不懂得說英文 日本人 他們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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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他們會很有禮貌 他們都會 他們會 try to understand 整個文化部 他盡量協助你 等你奔治歸 所以去日本是很開心的 是 很開心 一定不會有這個問題 剛才我說 你問了我 我還未回答你 羅浮公是怎樣讀 羅浮公是怎樣讀的 羅浮公是很難讀的 因為他有R6 羅浮公的讀音是Le Louvre Le Louvre Le是the 即是TXG 英文 然後羅浮公的字是Louvre Louvre 對 Louvre 是否它後面有些 的話 第2nd 即是Mei 那個音就要發 是否這樣 當初也是 但也有很多例子 之前Mei 也有說過 法國是很多例子 如果他最後的字是R6 其實他有沒有E 你也會發音 有沒有E 對 譬如另一個字是Cour 就是Cour 但他後面沒有E Cour Cour 雖然他後面沒有E 你也要讀R6 嗯 嗯 嗯 沒錯 有人說了Muse du Louvre 應該是 羅浮公是Muse du Louvre 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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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 Louvre 咦 鄉舍利大道又怎樣讀 鄉舍利大道是Chance Elyse 鄉舍利大道是Chance Elyse Chance Elyse 在法文Ch當初是英文SH 哦 所以是Chance Elyse Chance Elyse 嗯 我們先進去另一個 這個就是超搞笑 肯定讀錯了 香港人呢 讀這個肯定是讀Retiri 哦,是的 這個又很難讀的 因為很多R音 是Hojihei 哇,差很難 那不是Re 因為那個E音 E音在法文通常是 呃的發聲 就是呃 所以加了R在前面 就是Hojihei Hojihei 那不懂跳舞的朋友 Hojihei就是 將一隻腳拿起去收波 就是Hojihei 是 法文字面解 Hojihei就是Lie 拉起 對 即是拉一些東西出來 拉 其實是等於你 即是腳 在第一位置 你做一個Hojihei 的時候 就是等於你拉起腳 去到膝蓋 即是升起 對 拉 嗯 有人問我請問 巴黎哪裏的洋蔥湯最好吃 其實呢 其實洋蔥湯是一個很Cliché的French 頭盤 但我自己很少在法國喝洋蔥湯 我想我十年 我離了法國十年 可能我只是 只喝過 只是頭兩年 只喝過一次 哈哈 那你也不喜歡喝嗎 我自己就覺得 他通常會下了很多 下了很多鹽 或者我自己沒有去過 一間好的洋蔥湯 所以我也不知道 其實 未知 是的 Hojihei完全不同 還有另一件事 是 Hojihei最後的E 是要加一碟的 正確的寫法是這樣的 我試試寫出來給大家看 正確的寫法是這樣的 我試試寫出來給大家看 Hojihei 這裡呢 嗯 最後是一撇的 這樣才是對的 否則沒有一撇 其實是Grammar錯了 哦 OK 我學多個新字 還有這個 那些人就這樣讀PQ 對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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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E是有一撇的 嗯 PQ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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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A音 英文的A 就是 所有後面的E上面有一撇的就是A PK PK 好像A 全部都是A 嗯 嗯 甜品專門很好吃 人們 很多很好吃的甜品 其實我來到法國最喜歡吃的就是甜品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為什麼可以保持這麼健康呢 這個是mystery來的 我也不知道 嗯 我自己發覺 跳舞舞團裡面的同事呢 女同事呢 譬如 他們全部吃東西呢 都可以很 很carefree 就是牛角包啊 甜品啊 什麼都齊了 哦 調轉了一些字嗎 可能鏡頭問題 對 鏡頭問題的 嗯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看一下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翻翻 我下次研究一下 聖母丸裝飾可不可以 哇 哪有這麼快啊 哈哈哈哈 有牌的 馬克龍那時候說要用五年的時間 弄我聖母丸 但是 我想一下 五年 我想他一定不行 因為我現在也有事經過聖母丸 那時候也是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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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還沒弄好 我想法國人呢 他要裝修那些這樣的物物呢 是 會花很多心機 將每一塊掉出來的石 都要 都要研究啊 要擦啊 要擦啊 所以要花很久的時間 法國人 真的我們經常有些 可能有些誤解 是不是真的這麼慢的呢 是真的很慢的 哈哈哈哈 是慢的 無論是 有一點是快的 就是巴雷姆是快的 法國的巴雷姆技能 特別之處是 我們所謂的 Putibattemont 和Putibattri 就是這些 我也是讀正確的法文讀音 但是一些很快的功能 就是法國很特別的巴雷姆技能 這個唯一是法國化的 其實全部都很慢 無論是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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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Paperwork 全部都很慢 有很多問題 嗯 多不多人吃麥加空嗎 嗯 不是那麼多 真的不是那麼多 反而法國人是好吃的 法國人有一部份是喜歡吃的 但是 又不是 法國人又不是 很成熟的 吃麥加空 不是 除非是送禮物給人 或麥加空 就是美麗 對 哎呀 我們是廢話 我們在講 就是 法國人 方式 說法文 已經在香港 剛剛 聽到很多朋友 我沒有在香港 他們是第一次嗎 還是在香港工作人員?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追蹤 還是在CINEMA可以分成很多場題? 好像是線上免費看的 因為現在ArtFest也不能搞 就變成了網絡 回答你的問題就是我沒有 現在香港藝術士有三套包裝模 是在播放出來的 但我是沒有在裡面的 我也不知道 介紹一下你最喜歡的甜品 有機會試試 有一個甜品店我很喜歡 在巴黎的左岸 叫做Legatou et Dupin 即是一個很普通的名字 如果照譯是Kicks and Bread The Kicks and the Bread 這間店我自己覺得是很好的甜品店 普通麵包也很好吃 跨桑那些 對 跨桑也是另一件事 我覺得只是在法國才找到 在外國 例如在香港 我不知道Janny你有沒有吃 香港的牛角包 跟法國的是相差很遠的 我覺得法國的牛角包 沒有那麼油 我覺得法國的牛角包 香港現在有一件很出名的 忘了名字 又是麥克蘇 整張紙都是油的 但你發現那些麵包很乾爽 我覺得香港的牛角包是很軟的 你賣回來的時候已經軟了 可能香港潮濕 但如果他賣牛角包的話 你會貪新鮮焗出來 然後脆脆的 乾乾的 嗯 嗯 又會不會 下次 抱歉 因為法國人是很怕胖 因為我認識的法國人是很怕胖 我又不覺得是 我又不覺得他怕胖 都怕的 有一部份怕的 其實都沒什麼特別 我想跟香港都差不多 嗯 嗯 對 但我比香港 我想我沒有香港的女生 那麼怕胖 我覺得 對 但我不知道是否遇到的 法國人的患者 可能他們又真的運動整窗 不是就跑山 一會有Tennis 又踩單車 我發現他們最喜歡這幾道運動 是 但有些法國人 也很有趣 就是 法國人的家庭 起碼都生三個小孩 是 是 在法國怎麼發生呢 嗯 嗯 都一些些人 但我都幾多 特別是我住這一區 因為我住一個比較 家庭的一區 所以都幾多 是生了很多小孩的家庭 嗯 嗯 還是政府有很多資助給他們 對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現在 正在做財務管理的工作 剛剛 正身正在發展這方面的活動 我就很清楚 就是原來你生了小孩之後 是 在法國有很多優惠的 是嗎 政府的稅務方面 是 不好意思 答了聲 你說 就是 就是 因為我做Visio 我很有趣 可能我家公司的名字 當我賣廣告 叫做Perfect Point Physiotherapy 那個Point中間 是有一個E字 就是 是法文的Point 是代表Point腳的Point 因為我想說 我們做麥理城 會幫Dancer 是 不知道為什麼 有很多法國人 喜歡來我家診所 是 是 認識這個字 又 學一下法文 因為我有時連他們的名字都不會讀 會讀錯 嗯 然後 接觸了一班 女士 是 法國人 哇 每個 生了兩個 又說要追第三個 生了第三個 又追第四個 哇 是不是這麼厲害 香港人生一個 都想很久 是 但法國其實 如果在稅務方面 你有一個小朋友 是 十八歲 嗯 就是 年輕於十八歲的小朋友 你在那個稅裡會加了一個 就是 你會脫開一點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簡單的說就是 你會給少些稅 在法國 我先回答一下問題 我之前在Art Festival 看見有些表演者戴口罩 請問你現在 舞台上表演者戴口罩 舞台有沒有規範 嗯 其實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某些人要戴口罩 不是全部舞蹈員都要 但是 不用戴口罩的人 是因為他們做了試試 我們差不多每天都做試試 但有些在舞台上的人 可能他們不是舞蹈員 就是他們是做一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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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談了超過半小時,看看有沒有問題 Do you usually take long lunch 2-3小時? 對,這件事也是 我來到法國後會用兩至三小時的午餐 很開心啊 這是法國人很平常會做的事 他們要很長時間去吃午餐 是否因為他們吃東西很慢 即是慢慢吃飯 其實我覺得跟香港有一個很大的文化差異 在吃東西方面 法國人會用時間去吃一頓飯 而且他們吃飯的時候一定不會看電視 即是沒有電視,不會看電話 他們是一家人或一班人吃飯的時候 是花很多時間去說話 即是跟大家說話問一下 你今天怎樣 所以就變了很久 整個整頓飯 我住了幾個不同的主持家都是 他們都是會說很多東西 而且不會看電視 而且不會看電視 Apply a lotion to massage your lips 對呀,這個Lotion是Jenny送給我的 我不知道你記得那個紫色的 紫色的Arnica的Cream 我到今時今日都在用這個 用到這麼久嗎? 很厲害 但我用了很久 你之前又再送那一盒給我 嗯,很耐用 很耐用 是否特別是巴黎舞蹈員 你可否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哪個Cream 這個Cream叫Anti-Frame 其實是來自紐西蘭的 它是Vegan、天然 有些薄荷在裡面 Aionica是它主要的成份 其實也不一定要買那一種Cream 但Aionica是一個去乳 幫助血液循環的一個成份 所以我們怎會進入了這隻Cream 就是因為它的天然成份 而且它不會太大 有些是很臭 有些是太薄荷 還有有些是有水洋酸 所以它叫做天然一點 基本上可以求回來 因為紐西蘭的人真的不願意做事 我一個星期收不回電郵 到底是否賣給我 然後它又要問我 拿一個診斷是甚麼診所 總之搞了很久才能買到那隻Cream 老實說又不一定要買那樣東西 不過如果你選擇成份天然的話 Aionica是很好的 南非也很便宜 我有一個男生是南非人 它還說你這隻Cream這麼貴 我們南非賣十多元 那我不關我事 我也是進來 還有你那隻Cream 因為我們法國也有一些Aionica的油 其實有很多品牌 但你那隻Cream是加了薄荷的成份 而且你用一點就可以擦很久 因為整件事是很滑的 我以前做事的時候認識了一個紐西蘭的Visual 他介紹我去用這隻Cream 到自己開了診所就自己進來用 是蠻好用的 我自己也很喜歡 有人問我其實做Ballet Dancer 除了跳舞你們多不多練Fitness Sit up做Plan那些 要的 要做的 還有Jenny也很清楚 Plan那些 那些都是很重要的 觀眾需要戴口罩 打完針才可以 要 現在要 所有觀眾一定要戴口罩 一定要打針才可以進入歌旗 你們那邊會不會有人說 我死都不打針 出來遊行的嗎 當然有啦 法國人怎麼會 怎麼這麼聽話 有的 有很多的 那好吧 我們都說了 我們都說了40分鐘 如果大家沒問題 可能我們可以 看看下次說些甚麼 好啊 再談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是 我剛才說的 就是 咦 這個字 第一個 在診所 這個D字頭 我診所有個Plan跟我說 你要形容他做甚麼動作 弄傷的 他說他做Devalupt 是 嘩 不要有邊讀邊 Devalupt 是英文來的 他讀Devalupt的原因是 是因為 Devalupt 英文是Devalupt 字真的像Devalupt 對 對 但是你會發文的字怎麼讀呢 好 嗯 我好像Sony 教我法文 哈哈 扯下去 教我法文 嗯 Devalupt 對 Devalupt 這個 可能那些字調轉了,不好意思 但如果是有一撇 即是E上面有這個方向的一撇 那個讀音就像英文的A一樣 所以這個字就是這樣 是developed 因為我有老公讀F 即是都不對 不對,是developed 即是好像A 好像英文的A 即是英文字母A 嗯,developed developed 對,developed 這樣兩個寫法 developed 你可以變成ER 就不一定是一撇的 如果是ER 即是它變成一個verb 即是如果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就叫做developed 如果你做完就是developed 讀音是一樣的 有兩個不同的寫法 但在法文來說developed 即是甚麼意思呢? 是等於 可能跟英文算不一樣 英文是developed 但也跟英文差不多 也是跟英文的字差不多 developed 如果是日常生活用的話 就是developed 但如果是跳舞的話 developed 就是所有 經過曲腳變成腳 就可以說是developed 噢,developed 即是譬如我們做一個 剛才說的hojie 這樣是軟腳 然後我們extend腳 就是一個developed 然後就是developed 然後就是developed 就是extend腳 就是developed 由一個曲腳去一個直腳的 就是developed 但它不是特定一個巴勒 法文本身也有這個字 是,法文也有這個字 而用途是跟英文的developed 所以我們一陣子差不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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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們再問什麼話題 我們嗎? 其實我也有問過我的朋友 如果我去說 有些什麼想聽 我會有兩個不同的 怎麼說? 兩個不同的request 一個就是想採取一些名牌子 怎麼讀 好的 即是你採取一些名牌 香港多少女生喜歡 是 然後就是問紅酒的名字怎麼讀 嘩,很有挑戰 OK 嘩 我也不是專家 不懂 例如過刀 那是否就是過刀呢? 好啊 我們可以下次說這兩個話題 是啊 好啊 好啊 多謝你來跟我聊天 是啊 大家疫情 好,再一次 大家在香港 我知道 找在家裡很悶 以及已經經過這麼久的restrictions 可能大家也不擔心香港疫情 紅酒名 好啊 紅酒名 我先讀一下 哈哈 我有一個朋友已經給我一個list 是嗎? 這麼快? 好啊 他就很喜歡研究 好啊 好啊 他就很喜歡研究 好啊 好啊 其實很多紅酒名都是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那個地區的名字 嗯 嗯 我們下次可以討論一下 讓我搜羅一下名牌名 好啊 因為有一群shopping group的女士 很追捧法國品牌 甚至有人問某個H牌子的顏色怎樣讀 哇 轉型French教學 take care 哦 對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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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take care 下次再見 拜拜 下次怎樣結束 我真的很笨 完全不懂 考察 拜拜 下次經過 拜拜